从去年起我就老听到电子养尾这个词 主要就是说升学工作成家之后 对游戏就提不起劲来了 很难玩进去 玩起来也找不到快乐 我今年三十 到现在工作五年了 结了婚 背着房贷 还有一个女儿要养 就这几个标签 哪一个都可以说是重量级 叠加到一起的话 那都不是伪不伪的问题了 照理说 我就应该是电子前列腺癌晚期 然而实际上 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甚至我觉得 我现在玩游戏的快乐比小时候还要多 那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如今玩游戏的方式 确实是相当的特别 今年还有个热词 叫特种兵士旅游 受这个启发 我这套玩法 就可以称作是特种兵士打游戏 正好长假到了 今天咱们就聊点轻松的 同时也很应景了 就是我是怎么根治我的电子养尾 乃至说精神养尾的问题的 也就是在碎片化的时代 没法沉下心来享受游戏 电影 小说这类长内容的问题 首先这个特种兵士 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 大家应该听的最多的 还是特种兵士旅游 讲究的 就是一个把行程排得特别紧 一两天的时间里 狂玩 狂吃 狂走 说实话 这个我是来不了的 一方面 我觉得太辛苦了 另一方面 我也没啥出去玩的需求 不过这是我个人的性格 实际上 我也很能理解 喜欢出去玩的朋友 河山大好 出去走走 这是一种很积极的生活方式 只是我不行 我的MBTI 性格测试结果 是INFJ 就其他几个字母 我也不好说 但就I这块 那我绝对是个TI I是内向 喜欢独处 我觉得我这么I 也算是和我爸妈互相成全 小时候我爸妈带我 那可太省心了 把我往院里头一扔 我就一个人蹲那看蚂蚁 他俩出去 爱玩啥玩啥 玩一下我回来了 我嗨个原地蹲着呢 后来认字了 他俩就每天把我往沈河区图书馆 一扔就走 别的小孩在家看奥特曼 对着电视比比画画 我就一个人坐那看 他们基督山伯爵 还是不带图的那种 真就打小就挨 挨了一辈子 我是真心喜欢独处 平时要是没人的话 我可以整整一周 待在我不到5平米的小屋里 而且我是真的很快乐 一点都不憋屈 当然也因为这屋里头 有两台非常棒的电脑 其中一台就是去年 Coco帮我装的ITX PC小主机 我呢就是用它来特种兵士打游戏 那什么是特种兵士打游戏呢 和特种兵士旅游一样 就是在一到两天 甚至是几天的时间里 密集高强度的沉浸在游戏里 主要时间呢 全用来玩游戏 吃饭的时候不能玩的呢 就一边看游戏故事解读 一边吃 注意我说的呢 并不是病态的沉迷于游戏 恰恰正相反 它是一种非常积极的 享受游戏的生活方式 而且比特种兵士旅游 要休闲的多 就这个过程追求的呢 就是让精神和肉体 都充分休息好 就举眼前我自己的实际例子吧 这个视频做好之后呢 在这个长假 我就也要开始一轮 特种兵士打游戏了 那首先呢 我就可以给大家讲讲 我在吃上提前做的准备 因为我要尽可能的 沉浸在游戏世界里 所以我挑选的食品呢 也都得是准备起来 不麻烦 吃起来快的 另一方面呢 这为期两天的过程 将会是完全隔绝现实烦恼的 所以我还要确保我能获得 全面均衡的营养 来让我的身体呢 抓住这个机会 来好好自我修复 综合这些需求呢 我为这两天准备了 大量的水果 全麦面包 牛奶 还有我很喜欢吃的 巧克力麦片 这些东西呢 吃着快 可以让我在两天的时间里 获得相对全面的营养 而且也不会让我 摄入过多的脂肪 毕竟在这个沉浸游戏的期间呢 我的运动量会比较少 不过虽然少呢 我也还是会动一动 因为身体循环的节奏呢 还是得维持住 像我最近的沉浸对象 是爱尔登法环 这个呢 是上次吐槽手游之后 很多观众朋友 跟我极力推荐的 我玩起来之后呢 发现也确实很好玩 那在这个游戏里呢 我没打完一个 长血条的boss 比如猎选骑士这种 就会拉着我这个铁架床 坐一组 使个引体向上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的精神是很振奋的 对应着呢 身体也爆发一下 感觉会特别好 而且这个运动呢 耗时很短 不会打破沉浸 实际上这个沉浸感呢 可以说是这个游玩过程里 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它呢 是根治电子阳尾的关键 就为什么你会对 大型游戏这种 长内容失去兴趣呢 因为乱七八糟的 杂事太多了 你玩还没一个小时 就来条消息找你 甚至说即使没有消息 你脑子里头呢 也有一些现实世界 要处理的事挂着 那你怎么可能 真正的扎进 这段精彩刺激的体验里呢 小时候呢 玩游戏玩的爽 是因为你真没啥 别的要操心的 但你提前把事都处理明白 这种享受游戏的条件 不就又具备了吗 那为什么我说 我这个特种兵士打游戏 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呢 因为它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就是先把现实世界里的事 有条不紊的处理好 而且当你真的体验过 这种快乐之后呢 你就会更有动力 去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 这个呢分两方面 首先是工作 对学生朋友来说呢 可能是学习 这事呢 其实特别反直觉 我从小呢 大人给我灌输的 就都是玩游戏会耽误事 但我现在可以确信 像这样把时间规划好之后 再玩游戏呢 我的现实工作效率 反而明显的提高了 尤其是在考虑到 现在其实是一个娱乐 严重碎片化的时代 怎么说呢 之前我也有段时间 是不碰大型游戏了的 一方面呢 就是前面咱们说的 这个电子洋味 我抽点时间玩一下游戏 脑子里头呢 也全是现实世界里头的事 根本就玩不进去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自己也确实会刻意的控制 因为事情多嘛 还是想把时间呢 用在所谓的正式上 可是这么勤奋的结果呢 就是那段时间 我的工作状态 反而特别不好 当然这个呢 和我个人性格也有关系 首先人绝对是 不可以没有娱乐的 这个呢 大家应该都认同 那隔绝了游戏之后呢 我的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我找不到 好的娱乐方式了 像出门旅游呢 逛街购物吃美食 这种比较上流的娱乐方式呢 我都很努力的去尝试过 但是呢 我就是享受不来 就像前面我说的 我是个铁矮人 那真正能给我无上快乐的 还真就得是游戏这种低级的 可那时候呢 没有游戏这个选项了 但人呢 又必须得给压力 找到一个出口 结果呢 我就一脚踏进了 碎片化娱乐的陷阱了 就短视频也好 社交媒体信息流也好 这些东西呢 有个特别可怕的地方 就是它巨大的迷惑性 它对外呈现出来的形象呢 是一个人畜无害的 短平快小可爱 你看一条消息才几秒钟 看小恶小姐 牛两下才几秒钟 但这个面具底下 其实呢 是一个吞噬时间的血盆大口 你的起点 可能就是那么一条 站不了你几秒钟的段子 一段舞蹈 但这些东西呢 能做到一个个手尾相连 永无止境 我当年没结婚 没孩子的时候呢 有天早上起来 衣服裤子都还没穿 我就行的开一下手机 简单找点乐子 提认一下精神 结果呢 我就刷一下 刷一下 刷一下 再一抬头 天都黑了 就我直接躺下 就可以重开 进入第二天了 说实话 我沉迷游戏的时候 都没这样过 这事呢 吓得我是后来 再也不敢把手机放窗边 到今天都是 而且我确信 我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 为什么呢 我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 我的同学人脉 遍布各大互联网公司 有个朋友呢 就在一家知名的短视频平台公司工作 公司名就不提了 反正呢 肯定是大家伙都知道的 然后他告诉我呢 他做用户行为分析的时候 见过的一个真正的天神级用户 是连续刷了26个小时短视频 而且从内容记录上可以判断呢 这真的是个活生生的人类 并不是软件脚本 所以说这玩意的迷惑性呢 那真的是极大 你以为你只是想抽空 快速找点乐子 但你最后真正消磨掉的时间 可能远大于好好的沉浸一波游戏 而且他更恶心的一点呢 是他没有获得感 我当年呢 看过一个电影 叫42号传奇 讲的是黑人球员 顶着严重种族歧视的恶劣环境 不断的挣扎 最后呢 用实力赢得了比赛 也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尊重的 这么个故事 就这么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呢 就让我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头 精神力都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 因为我遇到的那点困难跟人家一比 那真的太不算傻了 但这种深刻的感悟呢 是整个创作团队在两个小时里 用各种细节 情节铺垫 配乐 人物对白和演出 层层递进到最后一刻 喷勃而出的 同样是两个小时 我可以看完12个浓缩版的电影解说 可最后呢 我啥情感也没获得 我很确定这一点 因为这种狂刷电影解说的事呢 我干过很多次了 至少到目前 我还从来没有得到过类似的体会 说实话呢 有时候我都想给那些大导演和电影工作者 磕一个 因为真的 感觉这么看 把人家的心血都白瞎了 所以说在现金碎片化娱乐的那段时间里呢 看着我好像挺勤奋 从来不花大块的时间去娱乐 但我自己是知道我的工作状态的 代码质量并不高 创造力呢也上不来 每天还贼累 压力消解不掉 那就真的开始有点中年人的 浑浑噩噩的那个意思了 然后就是前年11假期的时候呢 我老婆给我买了个荒野大标课2 因为呢 他也觉得我状态有点不对劲了 按他话说呢 就是我眼神里头已经没有快乐了 然后他也知道我挺喜欢打游戏的 就去查资料 给我买了一个他听说比较好的 然后我玩的时候呢 他也不打扰我 就在我边上看书 就吃饭的时候叫我一下 就这一轮 再加上后来春节又沉浸了一轮 我整个人呢就彻底写好了 就在然后不就女儿也有了吗 就真写好了 而且工作呢也顺了很多 代码都交付的特别快 我后来想了一下 木耳游戏呢 我其实是丢掉了一个 对我来说极其有效的压力消解器 特别是我这样的体哀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对我这样独处型的人来说 这也是我对抗碎片化娱乐的 最有效的一个武器 结果呢 我错误的以为这玩意只是浪费时间 把它给丢一边去了 就后来我逐渐迭代出 今天这套特种兵式游戏法之后呢 各种碎片化的娱乐 对我来说就很索然无味了 以前我为了戒掉刷手机的问题呢 还会把各种APP都删掉 有时候呢还挺不方便的 但现在呢 我真的是所有社交媒体全装着 真学要了解什么信息 就直接打开 该看就看 看明白了之后呢 说关掉就关掉 一顶点留恋的感觉都没有 为什么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雾山不是云 我现在满脑子里想的 就是把工作高质量的完成好 然后找一个周末或者长假 享受一段不受打扰 超高质量的沉浸式游戏 就这个呢 已经形成了一套很完美自洽的 逻辑闭环了 因为我强烈的渴望这种游戏快乐 而这种快乐呢 又必须有一个不受现实打扰的环境 所以这就推着我努力 把现实工作完成好 完成到就说 我可以彻底把这摊子事 放下那个程度 而在我工作的过程中呢 因为有这个超级奖赏 在前面挂着 你给我推送几个小视频 来几篇劲爆文章 我真的只会觉得烦 觉得耽误事 因为我真的完全没动力 去看这些碎片花的东西了 然后这时候呢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发生了 我的专注 让我的工作能力变强了 工作质量更高了 我自己有时候都会觉得 哇 我这段代码怎么写的这么鬼才 对吧 干活干出乐子来 那这套正循环 谁还挡得住啊 而且游戏本身呢 除了让你休息好 给你释放压力 增加效率以外呢 它有很多别的正面作用 比如激发你的创造力 这个呢 网上也能找到一些文章 我也实际体会到过 再比如呢 像我今年玩游戏 就都是在纯英文环境里玩了 前段时间的上股卷轴 和现在的二等法环 都是直接英文沉浸 这个呢 对我的语感保持 也有很大的帮助 每次玩完回归现实工作之后呢 涉及外语的部分 效率提升特别明显 但这个呢 没必要强行学我 因为如果看不懂的部分太多呢 反而会破坏沉浸感 沉浸感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这套特种兵 是沉浸玩法呢 让我说的这么天花乱坠 并不意味着 你关了视频 直接去沉浸就完事了 这套方法论呢 我迭代到现在 也发现了一些 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比如前面说 营养要保证好 该运动的时候也要运动 但这些呢 都还只是一些微小的细节 还有一些大的问题要注意 首先呢 就是工作之外 咱们还没讲的 另一个大的方面 就是家庭 你这么玩 那家人什么感受啊 像我的话呢 现在有老婆和女儿要照顾 而很多学生朋友呢 可能主要是和父母相处 有的可能还要考虑恋人 那还是说回我自己 我老婆呢 就对我沉浸式打游戏 这事特别宽容 因为首先呢 我这么玩的频率并不高 一般一个月四个周末 我只会用掉一个周末 除非是压力真的特别大 不过这种情况呢 也很少见 像这次十一长假 我也只是给游戏安排了两天 剩下几天呢 都是完完全全的留给家人 而且我老婆呢 她是实实在在的 见证过我沉浸之后的状态变化 她也明确跟我说过 就与其看着我 被工作压得没精打采 对着女儿呢 都讲不出来什么话 她宁愿给我 这么一到两天的独处时间 等我歇好了 再精力充沛的 带着她和女儿一起玩 像我本来呢 就挺会逗别人开心的 我要是歇好了呢 在家就是欢乐小马达 所以我觉得重点呢 还是让家人看到这种休息 给你带来的作用 休息好了之后 更多的去关心家人和伴侣 那我觉得呢 他们最终都会理解和支持的 但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得真的说断就断 不能说玩了两天之后 还磨磨叽叽的意犹未尽 这个就有点对不起家人的宽容了 而且呢 也不利于高校的投入工作 跟咱们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这个呢 也是我在迭代过程中 逐渐摸索出了解决办法的一个问题 首先呢 就是你最好选择单机游戏 当然这个呢 只是我的一个建议 我是很尊重有些朋友 喜欢手游和网游这一点的 只是我个人这种容易上演的体制呢 可能不太适应这个流派 这方面呢 我之前有个视频讲过 游戏追求的呢 都是尽可能的让你多玩一会儿 多留恋一下 这一点上手游和网游 可以说是已经登峰造极了 我知道自己肯定是会被搞上头的 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 去单机游戏里沉金 而且单机游戏作品呢 有些真的是沉淀了很多 艺术价值哲学思考在里面的 就比如大家之前 给我推荐的二等法环 我真的感觉是越玩越有 特别呢 我还是银魂的老观众 所以玩的时候呢 就会像看银魂那样 把一些游戏情节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比如黑船事件 导墓运动 还有明智维新 越玩呢 就越发现它这里头内涵极为丰富 像这类优秀的作品 纯凭故事和设定本身 也同样能让你陷进去 但相对来说呢 就还可控一些 我现在的办法呢 就是划定严格的终止时间点 到点了就开始收尾 比如我定好第二天晚上十点半 这一轮沉浸就该结束了 或者我说第一天晚上十点半 我就该洗漱睡觉了 等第二天再接着玩 那么定好这个限之后呢 我就会提前两个小时 八点半就开始收尾 为什么呢 因为游戏玩的 就是达成一个又一个目标 这样成就感呢 就源源不断的来了 我要是不提前两个小时 那结束时间到了的时候呢 我很可能刚好就卡在了 某个新目标的中间 这时候呢 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就是下不了决心关游戏 往后一拖再拖 最后呢 影响了我定好的节奏 陷入不健康的沉迷 第二种呢 就是一咬牙把游戏关了 但接下来的几天呢 天天惦记着 无论是工作呀 还是陪家人啊 都心目在焉的 这样呢也不好 这些呢 都是我在迭代这套 方法论的过程中 实际踩过的坑 所以最后呢 我就定下了 两小时的这个线 如果定下来十点半结束 那我八点半开始 就不会再给自己 设定新的目标了 如果这时候的 最后一个目标 是想打boss 那就把boss打完 如果是想刷装备 那就把装备刷出来 如果提前搞定了 那就提前结束 也不用计较 少玩的那几分钟 如果真是两个小时 都没搞定呢 那这么长的时间 只做到这同一个事 那我也肯定烦了 也能做到说放下就放下 这样呢 我就能带着 歇好了的精神和身体 能量充沛的 全面回归到 我的现实生活 这就是我这套 特种兵士打游戏的方法 实际上这套东西 也不只是适用于玩游戏 看你爱好或者需求是啥 你要是有本书 一直想读 但总是读不进去 那你就特种兵士读书 不用非得几碎片时间去读 你就把所有事情处理好 然后找个周末 或者假期 给自己两天时间 就读这一本书 你要是喜欢看电影 也一样 你就找好三思不喜欢的片子 或者选一个系列 提前买好吃的喝的 专门找一天 把他们都给看了 如果你是真心喜欢 干这些事的话呢 那你只要这么沉浸过一次 你就会发现 那些碎片化的娱乐 原来是那么的廉价 那么的没意思 然后呢 你就会很自然的丧失 对他们的兴趣 转头就去更积极 更高效的生活和工作 因为你肯定还要想着 去迎接下一次的沉浸 行那就差不多了 大家假期快乐 想试试呢 可以去试试 我把这个视频弄完呢 就也要去沉浸了 我是林毅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 我愿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 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然后呢 对你来说